我记得我第一次看见你 你是当代价的 当时我在想 怎么会有女生做这种职业 还记得你对我的态度很差 这是你留给我第一个影响 那是因为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 我第一次见你 是在学校的毕业典礼 没想到你见诗泉克优秀 当时不是挺欣赏的 后来你跑到我们顶峰来应兵 是我把你刷下去 因为我知道天都项目难度的确是太大了 外面有那么多的好工作 为什么你不跑到外面去呢 结果 你还是进来了 后来你凭着自己的努力 又做越好 甚至 你感动到我们 我们是因为你才相信天都项目 到最后一定会成功 后来 杰宇她发现 你跟她之间的关系 她误会了 你和她是同母义父的兄妹 所以她才要处处地针对你 才要把你赶离开顶峰 当时我真的是很担心 我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 我是很担心的 如果有一天我走进办公室 我再也看不见忙碌你 我会是什么感觉呢 你明天就知道了 要是可以的话 我宁可一辈子我都不知道 之后有一天 你跑到我办公室来 你说你知道 收走你办公室的人是监狱 你很不高兴 你说你要辞职 我当时 我真的很害怕 我害怕失去你 我害怕这一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 虽然我们认识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但是 但是你已经融进我的生活了 我不能再失去你 所以 你能不能答应我 不要离开 你让我留在你身边干什么呢 工作拍档吗 只要你愿意 我们 如果我不愿意呢 我问你 我是不是很想一个人 想谁啊 我自己 你怎么会收到她呢 我是不是很想她 我们能不能不要开启这个话题 你见到我的时候 是不是会想起她 我不愿意回答任何关于她的问题 好了 我知道了 都已经这么晚了 都早点回去休息吧 陈丽玉 任何感觉都会变成一种习惯 我不想成为你习惯中的一部分 你不正确帮你 没想到我 你不开心 你们不要再习惯中的一部分 都会想起来 是 你不 那样 你不愿意 你不愿意 你拉紧 那么多 来喽 小心烫 没事 来 妈 你坐 你看看让你别进去忙嘛 你看这里都是油怎么办 没事 来 尝尝我给你做个面子 好 小时候张莉莉不给我做饭吃 我就自己学着做面条 妈 我发现我做面条是有遗传的 她不给你饭吃 你爸知道吗 一顿两顿的也饿不死我 都怪妈 是妈对不起你 妈 您别这么说 其实该说对不起的是我 我之前误会你跟屈叔叔的关系 错怪了你 还牵动了林云 妈 你别怪我好不好 我不会怪你 你做什么妈都不会怪你 怎么了 妈 我怕林云她不敢原谅我 毕竟之前 我对她的态度实在太差了 你们之前相处一直好好的啊 但是林云啊 她就是一个职场子 你哄哄她应该就没事了 妈 其实我觉得我们母子三个人的性格还挺像的 我好不容易找到了妈妈 又多了一个妹妹 我真的好开心 妈 以后有时间我就来看你好不好 当然好啊 不过你公司的事情这么忙 那又算什么 如果可以的话 我都不想去工作了 我想在面馆陪着妈妈 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 我不想便宜那个姜侣侣 如果我不在公司的话 她肯定会抢走顶风的 抢走就抢走呗 只要我们三个人能够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地在一起 这比什么都重要 把你说得没错 但是我还是不甘心 顶风是爸爸辛辛苦苦二十年撑到现在 凭什么落在张莉莉手里面 我受了二十几年的委屈就算了 妈 你辛辛苦苦这么久 也应该想想幸福 还有凌云野生 她那么辛苦地工作挣钱是为什么 我也希望她能够开心快乐每一天 妈 你说对不对 你说得都对 可是妈 好像什么都不会 妈 你什么都不用管 交给我来就好了 只是 我希望你能够劝劝林云 在公司的时候多帮帮我 她是你亲妹妹她本来就应该帮你啊 还有 我希望林云能够认爸爸 认爸爸 认爸爸 妈 其实我能感觉到 爸爸对林云 她是有愧疚的 如果林云肯认爸爸的话 有会我在公司对付张莉莉 我把握就大很多了 可是 妈 妈 你不认爸爸 我不说什么了 但是你想想林云 她身上流着爸的血 你总不能让她一直这样单亲下去吧 再说了 如果她和爸的矛盾不解开的话 我在公司也挺为难的 林云 她从小就是主观意识很强的女孩子 个性又倔 这样吧 我劝劝她 但是最后拿主意的还是她自己 妈 妈 林云这么孝顺 她一定会听你的话 行了 咱先不说这个 面都凉了 吃 乖儿子给你做的面 谢谢 回来了 你怎么来了 钥匙拉我办公室了 给你送过来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去拿就是了 还喝那么多酒啊 等你等得无聊 你下午干吗去了 我约了人去谈事去 谁啊 跟你有什么关系 是陈凌云吗 是 是她 那又怎样 你们都聊什么了 我们聊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你什么态度啊 你以前不会这么对我的 是不是陈凌云跟你说了我什么 我们说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那你就告诉我啊 你们都聊什么了 那是我们的私事 我没必要告诉你 私事 你知不知道 我从下午等你到现在 你电话不接 微信也不回 你陪着一个 一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女人 一下午 她是我下属 不是你口中所说的 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女人 这说了我没有要求你 从下午开始在我家里等我 你先是为了她来教训我吗 你喝醉了 我送你去 我不要走 你不要走那你要干吗 我要留下来陪你 走 送你回去 我说了我不走 陈凌云你不要让我走好不好 我知道我走了 你就不要我了 我知道 我知道我做得不好 我要是哪儿做得不好 你告诉我 好不好 我改 你不要 不是谁错的问题 不是改不改的问题 好了 现在是我错了 行吗 我送你回家 别哭 听我说的 走 好 我不要回我那个冷冰冰的家 我不要回我那个冷冰冰的家 霍哲哥 你不喜欢我吗 真的不喜欢我吗 可是我喜欢你 我真的很喜欢你 从小到大就喜欢你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可是我控制不住地喜欢你 你不要怪我好不好 我喜欢你 这是我妈妈已经不在世上了 我也不认识我这个爸爸 我现在只剩下你 这个妹妹 唯一的亲人 我喜欢你 不仅仅是喜欢你 我还爱你 我不要 我不要亲人的那种爱 我要的是一个 男人跟女人的那种爱 你听清楚 我对你之间只有亲人的爱 你不要想歪了 明白吗 你真的对我一点 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你知道吗 其实剑语 我知道剑语对我很好 可是我心里只有你 小蓝 我们之间就有宋妹之间的感情 并没有另外的一种了 你不要乱想好不好 我不管 我就是要你爱我 行啊 你既然那么喜欢待在这儿 你留着 我走 等一下 我走 我送你 不用了 你不说剑语对我好吗 我让他来接我 你现在喊助我 我就原谅你 我数三下 一 二 一 傅依泽 我一定会让你逐动来追我 灵灵 睡了没有 妈 这么晚了 怎么还没睡呀 睡不着 有心事 要不要跟妈说说 我辞职了 辞职 妈不是让你不要辞职吗 我不想在那个人的公司上班 林云啊 你在顶峰上的好好的 你千万不要因为妈影响到你的前途 我想得很清楚了 妈 你那么辛苦地把我养大 如果我还在那个人公司上班 我心里过不去这段坎 再说了 我这么有能力 还怕找不到工作吗 可是 林云 妈希望你能够多考虑考虑 我还考虑什么呀 妈还是希望你能在顶峰上班 为什么 顶峰是那个人的公司啊 可是你哥哥在啊 我知道这二十年来 静语他也吃了不少的苦 可是 这都是妈造成的 但是我也不能帮他任何的忙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帮帮他 再说 你们是亲兄妹 你帮他也是应该的 林云 你千万不要因为妈和那个人的事情 影响到你们的前途 林云 妈还要跟你说一件事情 还有什么事 林云 你能不能和你爸相认 妈 你在说什么 我知道这个要求很过分 但他毕竟是你的爸爸 再说 当时我离开他的时候 他并不知道有你的存在 所以 妈希望你能够原谅他 是不是思剑雨来找过你 没有 他没有来找过我 我不答应你这个要求 你之前不是跟我说 我爸爸不在了 我就永远当作没有这个爸爸 不就行了吗 我装作不认识他 他还不就行了吗 林云 你别那么固执好不好 说不定他会是一个好父亲呢 妈 你到底在说什么你知道吗 林云 就算妈求你 妈求你 你在听妈一次的话行吗 我长这么大 什么时候没听过您的话 可是您现在让我去认他 难道你也看上他的钱了吗 你怎么会这么说妈的 难道妈在你的眼里是这样的人吗 那你为什么要让我去认他呢 他有资格当我的父亲吗 不管他有没有资格 他就是你的爸爸 我可以不认 但你不行 林云 林云你去哪儿 家里太闷了 我出去偷偷气 我去看住他 好 不 微校正 祝你 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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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什么 都出去两个多小时了 是啊 我到处都走不到林云 怎么办 怎么办 程阿姨 你怎么能逼林云新任那个人呢 其实现在心里最难受的人就是她 我知道 可我也是没办法嘛 你实话跟我说 是不是世间已让你这么说的 你糊涂啊 心里想着儿子就没有女儿了 现在都别说这些了 现在赶紧走到林云比较重要吧 这大半夜的 还跟女孩子家在外面怎么办呢 你 你不要担心啊 现在外面的至爱也没那么糟糕 我家 我跟曲恒再出去找找啊 程阿姨 你别担心 我刚刚给朋友们打个电话 他们都在帮忙找 我现在就出门去 嗯 你少得程阿姨 我一个人去就行了 嗯 快去 对不起 我不好 好 好好好 别担心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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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找到你了 怎么一声不响就跑出来 你知不知道长阿姨多担心呢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都两个小时了 已经够了吗 听话 跟我回去 免得他们担心 好 你能陪我聊聊天吗 这件事情 我是不是做得很不对 你是说 程阿姨让你认父亲这个事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文爸让我这么做 我记得小的时候 我们家真的很穷 我妈的身体又不好 我天天蹲在家门口 等阿等 就想等我爸的出现 可是我等来等去 都等不到他 你知道每一秒都失望的感觉吗 二十年了 他从来都没有找过我们母女俩 其实我不在乎他是什么身份 什么地位 有多少钱 以他的能力 要找我们母女俩太简单了 也许他真的把我们忘了 我妈现在让我去认他 难道仅仅是因为 他是我血缘的爸爸 我真的不能接受 接受不了 咱们就不接受 傻丫头 你不是一直想出国金修吗 我陪着你 咱们一起出国好不好 出国 我 我放心不下我们吧 放心吧 程阿姨有我爸照顾着 说不定我们不在 对他们来说还是个好事 再说了 未来会怎么样 谁知道呢 是 未来会怎么样 谁知道呢 如果说真的 你说你跟我一起出国 那地界那边的工作怎么办 当然是辞职了 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 但在我想象的未来里 一定都有你 不过 在这之前 你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 程阿姨的意见 我相信 程阿姨让你认识小翰父亲 一定不是他的本意 为什么 也许 是程阿姨的心病吧 心病 这个心病 就是司剑宇的 凌云 你想 程阿姨那么坚强的人 什么事情 能让他变得脆弱 而且还放弃自己的原则 也只有你和司剑宇 尤其是司剑宇 程阿姨对他的愧疚 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 尤其是程阿姨知道 张丽丽是怎么对司剑宇以后 要不是因为有你的话 我都想象不出 程阿姨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应该是这样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我想 只有委屈你 先帮着司剑宇 这样才能解开程阿姨的心结 其实我们都明白 司剑宇和张丽丽的斗争之中 最重要的就是司剑宇的表态 我想 你认了司剑宇 会对司剑宇有很大的帮助 弄了半天你刚才是在哄我 你还是想让我留在顶峰 去认司剑宇 我并没有在哄你 只不过 如果不解开程阿姨的心结 我想你也不会开心的 对不对 况且 这也不需要很长时间 只要等天都项目结束就可以了 天都的项目 没错 其实天都项目就是司剑宇 用来对付张丽丽的资本 如果这个项目成了的话 那司剑宇就在顶峰站稳的脚跟 而且 你不要忘了 天都项目是你毕业以后第一个工作 你想啊 你为了这个项目付出了多少努力 多少心血 遭受了多少培养 如今这个项目好不容易进入正宫了 我真的舍得放下 你说得对 这是我第一份工作 怎么能说放弃就放弃呢 谢谢你的提醒 这就对了 只不过如果我留在顶峰的话 到时候 到时候你在和不在 都已经不重要了 而且据我估算 这个项目 最慢只需要半年 半年 够吗 绝对够 我等得起 您呢 好 好 好 不说不开心的事情了 要点开心的 明天中午 想吃点什么 我给你送到公司去 都行啊 辣的吧 那就麻辣浆锅 不行 麻辣浆锅吃多了会长痘吧 你这样不漂亮吧 我不喜欢长痘 要不然我会去给你忙啊 要不然我会去给你忙啊 你吓我一笑啊你 你们在忙着呢 干吗呀 大白天的就出来做妖啊 咱们这酒吧还没开业呢 你是过来消费的吗 我没事就不能过来看看你们了 这装修得好漂亮啊 你中风了 谁中风了 你呀 你没事删来删的 不是中风是干吗 你没看到我手上带了一颗 这么大钻戒吗 谁知道是不是路边 十几块买的假货呀 还挺跳 我这种人 我能买假货吗 没准就是假的呢 我有证书 你看 说半天你是来咱们这炫耀的 他把证书带来了 谁没事泡你这炫耀 我来呢是给你和程绿云送情帖的 我跟韩启明要结婚了 对不起 没时间没空也没红包 没钱就算了嘛 反正我也不差你点小钱 咱们好歹也是老同学一场 你难道真的要这么小气 那样我跟启明的婚礼都不参加吗 你说够了没有啊 说了不去就不去哪那么多废话呀 你是来送秦帖的吧 现在秦帖送完了 你要消费吗 我消费出去 你 你 喂 结婚去吧 结婚我们肯定去啊 这看这就对了 哎 高翔 什么意思啊 你这么做对的写凌云吗 要去你去啊 我是不会去的 去 白婷婷 你看人家高翔 做老板的就是不一样 不像某些打工妹 小家子气 葛倩如 说什么呢你 我 哎 我刚才话还没说完呢 去我肯定去 但是我这个人呢 酒品不太好 喝点酒就爱耍酒疯 也不知道会出现什么状况 不过倩如啊 眼气量大 就算到时候我大闹会场 你也不会坚毅的 是吧 够想你 你们两个最好别来 我还怕你们来了之后 拉抵我婚礼的档次呢 拜拜 拜拜 不送啦 好了好了 她这回来没必要跟她生气啊 我还以为你真要去呢 怎么可能 她呀就是故意的来炫耀的 想通过咱们呀来告诉凌云 所以你千万不要告诉凌云 因为我怕她会想起不开心的事 对对对 我不告诉凌云 可是 我怕我说漏了呀 你呀就是个没心眼的祸 过来那酒吧开业 凌云肯定回来 到时候你就记住 千万千万别告诉她 葛剑如把这事告诉你 是希望我告诉凌云 让凌云生气 凌云啊 你不能说啊 一定不能说今天没 从现在开始 嘴上贴膏药 不能说 好 今天的会议 就开到这儿了 散会吧 四董 你叫我什么 四董 你叫我什么 这个房间里 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 你可以叫我爸爸的 当然 一时改口也不容易 但是你心里要清楚 我是你爸爸 我真是没想到 你居然是我的女儿啊 这二十年 你受苦了 我没吃什么苦 吃苦的是妈妈 好了 过去的事情我们不再提了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死小汉的女儿 我要把这二十年 亏欠你的父爱 十倍 百倍的不产给你 陈月这个人哪 什么都好 就是脾气酱 既然早知道她已经怀上你了 就应该告诉我呀 否则我们也不会分别二十年了 你是在责怪妈妈吗 我心疼的是你 你不是说 之前的事情不要再提了吗 好吧 过去的事情 那么不再提了 这样 要不要爸爸陪你四处逛逛 或者是你想去国外留的话 尽管说出来 爸爸一定满足你 这些都不用了 我今天来只是想跟你说一件事 我希望我以后是凭自己的能力 在顶峰工作 不需要任何特权和优待 你还是不可以原谅爸爸 其实我昨天 已经向副总辞职了 但是我想来想去还是决定留下来 我只希望 你能答应我这个要求 你能答应吗 好吧 爸爸答应你 我心里很清楚 要你接受我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但是只要我们父女有机会相处 你一定会体谅到 爸爸是真心向补偿你的 这些事情以后再说吧 没别的事的话 我先去工作了 令人 能给我令人抱吗 爸爸这一辈子没有抱过自己的女儿 我再说一遍 我没有想到你 我再说一遍 你会自己的事 我再说一遍 我再说一遍 你不肯定 我再说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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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感人的场面啊 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啊 小海 你也太着急了吧 还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女儿呢 就抱上了 多疑要不是呢 张总说得有道理 要不这样吧 我们去做个DNA鉴定 好吗 不用 你就是我的女儿 这点我敢肯定 可是张总 好像有不同的看法 那是开玩笑的 玲玲 我第一次见到你 就特别喜欢你 没想到既然还是一家人呢 对了 你叫小海爸爸的话 那你是不是也该叫我一声妈呀 张总可真会开玩笑啊 不好意思 我只有一个妈 爸 我去工作了 这就是你认的女儿啊 没大没小的 你该好好管她了吧 什么叫认她 那就是我的女儿 那就是我的女儿 莉莉啊 你也这把岁数了 不要整天地跟小费斗来斗去的 一点涵养都没有 我可告诉你啊 以后不许针对0A 听到了没有 我哪有这个型功夫 没有就好 没有就好 这是我的办公室吗 满意吗 有什么要求就告诉我 我还是在原来的格子间办公吧 这里可是副总裁办公室 只要你点头 你也可以当副总裁 司总 你不用这样 你还叫我司总 是不是还在怪我 不是的 我只是觉得我还是我 我还是原来的陈凌云 我还有在原来的那个天都项目组 我不希望有任何改变 如果是这样 我宁愿离开 好 听你的都不改变 不过你对我的称呼 是不是要改一改 称呼 我知道你不肯认爸妈 不过我这个哥哥 你不至于不认我吧 哥 哥 可以前做的不对的地方 你不要生我的气 我没有生你的气 我只是希望你有时间了 多看看妈妈 她真的很挂念你 我会好好消除妈妈呢 也会好好地照顾我 我们是一家人嘛 对不对 对 我们是一家人 不过 你要防得张玲玲 我怕她会针对你 你放心吧 我一定不会让她抓到把柄的 喂 一泽 太好了 那咱们中午一块儿吃个饭吧 我带凌云一起过来 行 好 一泽和银行那边也谈妥了 中午一起吃个饭吧 对了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 多和一泽沟沟通沟通 算了 还是你们俩去吧 我 行啦 听歌的话 走